这支影片呢我要继续往下讲我们的斜面的运动 我们上次说到把表格完成 然后做出VT图跟XT图 跟AT图 那我们的实验记录本里面呢 有要大家画出 我上次有讲过我们不画XT图了 我们就做VT跟AT就可以了 那你这边有一个方格子 那你可以把你做出来的图形列印出来 然后贴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要用手绘 当然老师也是接受 不过请你把你算出来的回归线方程式 以及相关系数R值的平方 也附在你手绘的VT图 以及手绘的AT图上面 那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拿去输出 拿去7或是拿去什么影音店 把这个或是你家自己就有这个印表机 把它印出来 好那手绘的话 我要求你要有 那个相关系数的平方 R值平方以及这个回归直线的这个斜率 有VT图AT图 那XT图不用做 再来就是说 呃当天我们做实验的时候会获得两条很长的纸带 一条纸带呢 是斜面的一条纸带呢 是是只有落体的 那呃那个纸带当你完成了 我上次跟你说的这一张表格之后 你算出来的这个平均加速度 因为我们那天在做实验的时候 斜面大概把它离地 那个一端离地25公分左右 所以依照我的经验这个斜面的加速度 略落在200公分除以秒平方到300公分除以秒平方 之间那每个人都可能会不一样 因为大家倾斜程度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算出来的结果呢 大概两三百左右 那甚至一百多也行啦 只要你每一个 每一个数据之间有一致性 做出来还行 然后相关系数也颇高 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把你的纸带进行手工艺 而不是手工艺呢 就是你去剪它 那以我上次的示范 以我上前几支影片的示范 我们呢这个 来做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是以20个点为单位的 第0到第20点 第20点到第40点 这样子来分的 所以你在做纸带的处理的时候 请你把 依照我之前的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把它从0到20点剪一段 那0到40点再剪一段 那以此类推把它剪断了之后一段一段 那你就会获得一个位移的图形 位移的图形 你把它并排贴起来 那因为你知道等加速度运动的话 这个位移要成 把并排贴起来要成整叉 等叉数列 所以你可以得到 我大概画一下 这个你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你把每一段 我画的没有很好 画个四段意思意思 给你看一下 前四段 如果依照老师给你的例子的话 可能是0到20 20到40 40到60 60到80 当然点点点还有 好 那你就会贴在 把这个东西服贴 在我们这一张表格的正下方 服贴的意思就是 不要用整个胶水把它粘死 那老师要求这样子做之后呢 我就可以从你的下方的服贴 跟你的这个实验表格去对照 你的位移是不是唬烂我的 我要看你的指代 有没有如同你的表格 一样的数据 这样检查你的实验证据 那你没有做这一步 你就会被我扣很多分 ok 好 那呃 同学那刚刚说这个0到20 我上次有说过你如果点不够 也可以15 甚至也可以8 我都就是都可以8 15 38 16 就是这样子以此类推 好 那没有规定你一定要20个点 20个点一数 好 那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填下一个表格了 叫做自由落体运动 自由落体运动跟之前都一样 好 那我现在呢 请你开 好 开一个这个 一样是这个Google classroom里面 不是classroom Google的硬碟里面 云端硬碟里面 你可以开一个 呃 我可以在这边加按一个加键 就可以在这边再加一个表格 那这个东西是自由落体专用的 那我一样把每两个点横的时间 Delta T 给算出来 0.00833秒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 呃 前期之影片一直讲到的数字 很熟了 那这个是多少呢 是120赫 好 那这边我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呃 因为我教的班级不是只有一个班 那我教的班级是两个班 那有一些班级呢 他使用的物理实验室里面呢 呃 的达典计时器 在做这个这个实验的 就是要把他架高的那个 做自由落体的那一个 达典计时器 有一些达典计时器呢 会有24 60以及123种档位 的频率可以选 那 这种是第一种的 那第二种的是 就是他没有写任何的符号 没有告诉你那台机器是几赫资 那按照我的经验 我记得那个是60赫资 哦 好 所以如果你是做到你的那个自由落体的那一台打点 计时器是有得选的 你应该要选120赫资 那你的表格就会跟我一样 那这个表格是我在带你们做实验之前 我自己先进实验室去预做的 那预做出来我那时候使用的仪器呢 是有档位可以选择的 那因为自由落体速度这么快 我当然选120赫资 这样我可以采集的数据会比较多 呃 但是当天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发现 班上的某一些组别 甚至是全班 都有一些 呃做自由落体的那个打点计时器是没有档位可以选的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那就是60赫资 好那如果他是60赫资的话 你前面这一个哈 每两个点痕 每两个点痕 每两个点痕就有个时间间隔 对不对 每两个点痕 这个就要是两倍啊 所以这就会是 你的如果是你是用60赫资的话 也就是你用的 这个打点计时器没有办法选档位 也没有任何的 说明书 没有任何的数字 写在上面的话 请你先预设 这是60赫资 那他的Delta T 就会是0.0833 他基本上就是两个Delta T 或者说这个Delta T 我叫他Delta T Plum 他就是两个Delta T 他就是2乘以 0.00833 秒 好那这就是你的60赫资 所以 同学当天做实验 如果你不是 使用可以有档位变换的那种 打点计时器来做自由落体实验的话 请你记得这个时间 不要写0.00833 应该要写 2乘以0.00833 把它算出来 我这是交给你算 你写的时候要把它算出来再填进来 不是 交给我来帮你算 OK 所以这个地方要算出来 乘以2就可以了 好 那其他的 部分呢 都跟之前的 表格的讨论 一样 所以老师不想要再 赘述了 好 那 稍微 强调一下 就是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60个点 我这边有60个点 那就是我 在做自由落体的时候 这个点呢 越来越分越开 对不对 我稍微 稍微画一下 这样子 一开始很近 越来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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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取了60个点 那同学这个很主观 你要怎么取呢 你的前面这个间距超过1mm的时候 老师就说你可以取 你这边这两个点距离超过1mm 因为你的池的最小刻度就是1mm 所以你这两个点的距离 如果小于1mm 我不建议你取 如果这超过1mm 你就可以把这个点当第0个点 前面的点 这个第0个点 前面的点 都不要管他了 所以你要去投 那最后呢 如果你发现 这一段距离跟这一段 这两段位移比起来 因为位移应该在一个自由落体 或者是等加速度运动里面 位移应该要有等差速裂的感觉 但是 你做起来却没有成等差 也就是说 这 慢慢的每一个间距拉开有等差速裂 可是最后两个 居然没有等差的感觉了 那表示你最后这边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到最后这个尾巴的阶段 你发现他开始没有成等差了 你就必须把后面的点给省略 你要留的最后一个点是 他跟他之前的那一段 是有 成等差的 成等差的 他跟他的前一段有成等差 你用尺量一下 有那种感等差的感觉 那你这就可以保留 但是最后这一段没有成等差的就要把他打差 所以你就要 截到这里来 所以我们说要去头 去尾 然后 去头去尾 那我那一天去头去尾 其实我有 我有60 61个点 还是69个点 我忘记了 那总而言之呢 我去头去尾之后我发现 假如我还有69个点 那我要分7组啊 我们的实验报告要我们分7组 你可以想像如果我这样子做的话 我就取60个点了 我就把后面9个点给浪费掉了 没有关系 好 那我们把这个最后这个 这个点浪费掉 没关系 我就取1到60个点了 好 那1到60个点 那我就 我们说要分7组吗 你看我打勾 123 4 这边只有6组 我也取到6组 那尽量就把它取7组 我这样子做 其实应该就比较不好 我就少一个格子 好 那么其他的计算就跟之前一样 这个是 有效数字老师就不再 特别的 提 我就不再特别提 这边就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这是三位 4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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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3位 那时间是3位位也是3位 所以平均速度是3位 但是这里是4位 4位除以速度这边就还是会3位 因为不准的跟准的混在一起 3位会拖累4位 4位比较准 所以 所以他最后还是只剩下3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老师的数字 速度 平均速度部分都只取3位有效数字 然后接着我使用减法 减法会让有效数字减少 可能会让有效数字减少 因为你自己看 这个237-159 我们来看一下237-159 这样减起来 这个 7是估计值 9也是估计值 减起来76 6是估计值 那果然就少了一位有效数字嘛 所以这个本来这个 他是算出来是78 本来减起来 就会有一个 就有前面这个值会被消掉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会被减掉 减掉就少一位有效数字了 所以减法会少有效数字 所以这边呢 三位有效数字 减一减减一减 剩下两位有效数字 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 那各位我再跟你提一下 你的 数字的结论 不能比 两位有效数字还低 为什么 有效数字呢 我们规定要有一个可靠值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估计值 所以最少的有效数字就是两位 那如果你的可靠数字多一位 那你就会是什么 三位 那所以可靠数字可以一位 可以两位可以三位 可靠数字越多你的实验就越准 但是我们的估计值规定就是只能加一位 所以我们的有效数字最少呢 就是两位 因为你的可靠数字最少要一位啊 你的可靠数字如果连一位都没有 你的实验连一个可靠数字都没有 那你就叫做 实验失败 所以你的最少的可靠数字 要有一位 然后估计值规定要有一位要取一位 那所以你最少的有效数字就是两位有效数字 所以我们的速度变化量呢 达到了两位有效数字 我们的低标达到了 那这个实验的低标就是这样子啦 那接下来呢 就是没有很准啦 没有很准 那我们高中大部分实验都是两位有效数字 跟三位有效数字 大家不要想太多 这样子就是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水准就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加速度就是我们的 速度变化在处理时间 速度变化是两位有效数字 时间呢 时间差是三位有效数字 所以两位除三位 这个速度变化 两位除以时间三位 除出来的结果呢 是比较不准的 比较不准的就是 就是两位有效数字 所以这里应该要取两位 这边全部都应该 要取 两位有效数字 两位有效数字 那你说 老师这个我该怎么取两位有效数字 全部都两位 那我教你的做法是这样 把它用 不会做 就用科学记号 先把这个东西写过来写个等式 他等于9.08乘以10的二字方 老师再把单位写下来还是公分除以秒平方 好的 那同学写成科学记号之后 这个八把空起来 这个是估计值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这样子写是三位有效数字 你不应该这样写 如果他是两位有效数字 你 你应该要把它写 当然是这是近视 那就 四舍无路啦 你的估计值取一位 只能取两位有效数就应该是9.1 乘以10的二字方 公分除以秒方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应该是9.1乘以10的二字方 那937要怎么办呢 937一样你把写科学记号是9.37乘以10的 平方我不写单位了 那你把它近视就是变多少呢 9.4 因为7要做四舍无路哦 所以这个是变成估计值 刚刚这个1万的框 这是估计值 乘以10的二字方 好的 这样就是两位有效数字了 所以我目前这个黑色的表格里面写的都是三位有效数字的表示法 所以老师 希望你在加速度这边不要不要写成子 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把正确的答案 最好的方式写给你 这边应该是9.1乘以10的二字方 这边应该要写9.4乘以10的二字方 这边应该要9.4乘以10的二字方 这边也是9.4 算起来蛮准的嘛 那这边应该要9.5乘以10的二字方 所以老师测出来的这个加速度啊 看起来 呃 虽不重义不远 那大概都9.4 9.5 这个 左右 那同学可以取平均值啦 那我们这边呢 希望大家做的事情 是我之前的 前一支影片有跟你讲过就是 这个东西不太 加速度不太适合拿来判断 用VT图反而比较容易 来判断 好 那我们讲完有效数字之后 最后请同学就把这些 东西控格呢 把它复制回你的这个我们实验的表格里面去 那基本上要分期组了 我刚刚做了一个没有那么好的示范 但是我也 不想要重新录了太久 123 4567 所以你要算好 我刚刚算 这个60点这个我没有弄好 那如果你有70个点可以用的话 那你这样子就比较适合了 40 30 10 10 这样就可以分7组 我刚刚60个点是不好的 60个点的话 如果我只有60个点可以用的话 我这边重讲我这边应该要 取8 8比较适合 826 832 843 12 845 40 8648 87 56 对我只有60个点 或我只有61个点 那我比较适合用8个点一组 所以我刚刚这个表格啊 就是 失败了 应该是要把它取满 取好取满 我不应该 不应该用60个 我只有60个点我不应该用10个点一组 好 那么完成了这个表格之后 你分了7组之后就把它腾写过来 我们的时间记录本 时间记录本里面 那就完成这个表格 一样 完成这个表格之后 算出平均加速度 发现说 虽然不是9.8 但是也没有真的差很远 什么叫差很远 你不要做出来 是 是 人家是9.8 好那你是4点多 或者是你做算是20点多 那表示 做出来做错了 其实 没有做错 因为我那天有帮你们检查 子带 其实不太可能做错 应该是算错 算错了 子带没有错 错的是人 算错了 那如果你算错 就不要急着剪他 那你等你呢 这个确定你这算出来 至少是9开头 或8开头 或10开头 这个加速度弄出来 比较合理了之后 再把子带呢 按照 分点的位移 去剪剪剪剪剪 剪成一段一段的位移 并且服贴在表格以下 然后呢 他要有一个等差速列的感觉 那同学 请你 请你 算完了之后 再做手工艺 把它服贴 服贴下来之后 老师就检查 服贴的值 跟你的位移的值 有没有一致 来作为一个检查 一样没有做这个服贴的会扣分 那最后呢 要要求大家 做图 那做图 不要再啰嗦了 太久讲太久了 做出VT图 要求你 要有写出 什么相关系数 像你看我做的VT图 这个相关系数真的是 好高啊 电脑把我算出来 接近是1了 不会是刚好是1 应该是0.999 他把他进位为1了 一样写出方程式 方程式叫做 Y等于935 乘以 X加上43.1 好同学那他就是9.35 9.35 公分除以秒方的加速度 那同学 我个人一样比较建议 最后你的实验 要来判断 你量出来的 重力加速度值是多少 老师建议用VT图的回归线的斜率 而不要用 at 为什么 理由如之前的影片 这个加速度是经过多重运算的 所以你虽然在看起来好像很棒 但是 其实 如果你要说 他的不确定度其实蛮高的 所以呢 我觉得比较棒的 你应该要做VT图 然后呢 算出VT图的回归直线斜率 以及相关系数的平方 用回归直线的斜率去估计 他的 这个 呃 只有落体的加速度 那老师算出来 935公分除以秒平方 比9.8还要小 这样怎么办 或者说连9.7都不是 9.8呢 怎么 9.35呢 那我觉得这完全不要紧啊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在掉落的时候那个纸带 显然是一个 很大的阻力的提供 所以我这人觉得若略小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那一样做出AT图 那这个AT图你看我画出来 好漂亮喔 这个是1000 1000就是他在9.8的附近 但我其实觉得 你看这个地方好像很漂亮 但其他的不确定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 同学 他不确定度比较大 他的回归线的斜率 我之前有讲过了 就会有一个范围 有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这样 那我们就不青睐 用AT图来做 所以你不要算出AT图 然后再用AT图 如果要用AT图的话 你要来判断的话 其实是比较 我就不青睐了 而且你看这个相关系数 0.75 先用系数平方 0.75 AT图也比较低 那我们就不这么做 好 那以上呢 就是 自由落体的 这个表格 以及 做图的部分 忘了跟你说 做图一样不用做出 这个 YT图 YT图就不要了 YT图没有 没有什么判别加速度的能力 所以请你做VT图跟AT图 这样就可以了 那做出了图的人 就画VT图跟AT图 如果你要手绘 我可以接受 你说我没有印表机 但其实我比较建议你把刚刚的图表 列印出来 去7 印一下 去印 一点印一下 然后呢 这个 附上 如果你要用手 手绘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请做标准什么都要画好 然后呢 给出他的回归直线以及写率 还有相关系数的平方 两张图都要 好 那我们这支影片到这边